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枸杞被誉为长寿果 是一年四季里都可以食用的养熟佳品 它具有补干明目的作用 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水喝 还有的朋友会用来泡酒喝 但是大家知道往枸杞里倒入白醋 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吗? 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枸杞茶家以后 要至阴两处晒至果皮挤皱纹后 再包晒至外皮干裂 果肉柔软 在这个过程中 不免会有很多的虫软灰尘之类的 所以枸杞的表面是非常脏的 在使用前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 我们先倒清水把枸杞的表面浸湿 然后再往里边浇适量的小苏打 我们都知道 瓜果蔬菜之类的都是离不开农药的 不打农药根本就装不成型 枸杞也是不例外的哦 我们先加小苏打 像这样抓入搓洗 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些农药残留分解掉了 现在我们先把这些脏水倒掉 大家看一下 洗出来的水实在是太脏了 现在呢 我们再往枸杞里面撒入适量的普通面粉 然后再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粒枸杞上面都均匀的裹上面粉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面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力 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面粉就能把枸杞篝里面的污渍全部吸附出来 抓拌至感觉手上变得粘乎乎的就行 现在我们往里面倒清水 然后再继续抓入搓洗 洗到枸杞上面的面粉就可以了 现在再把这些脏水倒掉 最后我们往里面浇一勺食盐 再倒清水 现在我们不用搓洗 就搅拌使食盐溶解开 然后浸泡三分钟左右就好 因为食盐只有一定的杀菌能力 像这样浸泡几分钟 能够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把盐水倒掉之后 我们再倒清水 把枸杞表面的盐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白醋 这里建议大家选择酿造白醋 不要选择酿制白醋 对于一般情况来说 酿制白醋也就是配置的白醋 配置白醋相对来说口感会差一些 营养成分也会差一些 买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我们把白醋倒清洗好的枸杞里边 枸杞经过我们这样的清洗 不管怎么食用都非常的干净健康了 白醋摸过枸杞就可以了 然后就这样把枸杞放在常温下 浸泡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么白醋泡枸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枸杞用醋泡一下 既能够减少升糖速率 又可以合理推动枸杞子中 各种各样微量元素溶解 每天晚上睡前吃上午里 可以有助于睡眠哦 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上班族也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粗暴枸杞哦 总而言之 粗暴枸杞对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作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